之前大概三个月前我们处理一个病人 他是颈动脉完全堵塞 大概只有21岁 21岁 刚大学快大二还大三 有人说脑中风酸是一种无声的杀手 比癌症来得更加可怕 因为您知道吗 其实每一年死于这个心脑疾病的人数 是比癌症的死亡人数还要来得多 每一年算算大约都会夺走大约5.4万条的人命 不过其实呢 现在更可怕的是 还有年轻化的趋势 到底这个脑中风出现什么症状的时候 就不应该有所警觉 还有又应该如何预防脑中风的发生呢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林口长根医院的脑中风中心主任张建宏 张医师要来跟大家来分享 我首先想要请教张医师的是 最近其实大家有看到 一人纳豆他就是脑中风 他蛮年轻的 因为他只有41岁 就您在临床上头观察到 是不是这个脑中风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是的就是最近因为可能这个我们社会啊 高度的西化的关系 那饮食上面也非常的丰富了 那有时候我下班回家 我值班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宵夜啊 街上的宵夜啊 大家都是排队在吃宵夜 那加上这个作息不正常 那大鱼大肉 所以我想 这个糖尿病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高血脂的病人或脂肪肝的病人 都是非常多的 那更不要讲说血压可能也都蛮多的 那这个血压呢 大部分年轻人都不会去注意啊 因为年纪大的病人他会来看病 那医师会跟他讲 你要定期量血压 那可是年轻人呢 身体很好啊 那血压又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所以也就没有注意了 那其实也许你身体长期处在一个高血压 然后一不注意 然后比较累一点 天气变化比较大一点 然后就突然 这个产生了脑中风的现象 那所以我们脑中风呢 可能有分缺血性跟出血性 那这一位艺人呢 他可能就是产生这个叫出血性的 那也许是 血压没有控制好或怎么样 然后导致血管破裂 产生了脑出血的现象 医生你在临床上头 目前遇到最年轻脑中风的患者 大概是几岁 之前大概三个月前 我们处理一个病人 他是颈动脉完全堵塞 大概只有21岁 21岁 刚大学 刚大学快BA 大二还大三 那这个个案 他是因为有一些家族的遗传的关系吗 还是因为你有观察到 是因为他饮食上头的一些问题 不是其实他可能本身就是有他的疾病 他也不是这个他胆固醇当然比较高了 他高血压也稍微高一点点 但是他最主要是他有一个我们台湾人的国病叫做鼻烟癌 医生你刚好先提到一下 其实这个脑中风可以分成两种有出血性跟缺血性 这两种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们讲出血性就是台湾 就讲比较俗话一点 就是血管破裂出血了 那缺血性就是血管堵塞住了 血管堵塞了造成了中风 那整个临床上来看呢 东方人出血的比例大概是三成 缺血的血管塞住的比例大概是七成 那这是东方人特有的 那西方人没有那么高 西方人九成都是血管塞住 一成是血管破裂出血 所以这个是民族上不太一样 但东方人的特色就是比较容易脑出血 那如果说是缺血性比较危险 还是出血性比较危险 一般来讲可能就是危险就是看 前几天还是过一段时间 那出血呢 一开始症状的时候会最快最大最最严重 因为他这个脑的这个体积呢 可能50cc到80cc 那一点点出血呢 就是可能二三十cc 就可能已经占了整个脑的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呢 这个压力很大的时候 瞬间破掉那个时候 对成脑细胞造成的伤害非常的大 所以他的症状特别重 那缺血呢 假如是大血管塞住 那他一开始不会那么重 因为他血管慢慢塞 一开始是血管塞掉 那比较远端的细胞慢慢死掉 然后到最后慢慢比较近端的血管的细胞 大片死掉 当死掉越来越多的时候 这个整个脑坏死的体积呢 也假如也是大于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那这症状其实跟脑出血的症状很类似 肿块效应导致这个病人生命危机 所以这个缺血跟出血的症状 你要看这个当时 一开始出血一定是比较严重 但是缺血假如是比较大条的血管塞住 他有可能在五到七天 他也会变得非常严重 所以这个可能没有办法 很一般的来这样说 可能要根据病人的临床状况 医生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刚才有提到 其实现在大家蛮注意 就是有一些人很注意自己的血压 就觉得说我血压升高 我是不是快要脑中风了 那有很多那个家长常会觉得说 我骂完小孩 我现在血压突然飙高 我是不是快要脑中风了 但是其实判定这个 有没有发生脑中风 是不是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口诀 FAST 可以跟这个观众来分享一下 对就是其实我们就是 刚才主播讲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血压 其实血压的测量非常重要 那有很多病人呢 就是可能来医院一两血压一百八 不一百五 第二次再量一百八 他就认为他有高血压 但是实际上 在工作压力比较大 或是上班的地方 或是医院都会血压比较高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血压 就是可能清晨起来 还没活动的时候就先量一次 然后晚上睡前休息半小时 再量一次 那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 舒服的状况下 量这个脉搏这边的血压 那这些血压呢 你不需要去在意这个数字高还低 你就把它记录下来 拿去给医师看 医师就可以判断说 你是不是高血压还是怎么样 不需要为了一两次血压 超过标准值 就认定是高血压 那么目前呢 大概我们的定义上 就是大致啦 就是很简单 因为讲太多 什么高血压第一期前期什么 那对民众来讲太复杂 可能就是只要了解 一百四九十以上 就有问题 那这个把这些记录拿去给医师看 医师再根据状况来判断 需不需要服用高血压 这是第一个 那高血压没有控制 的确比较容易产生中风的症状 那的确中风呢 我想这一个症状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家只要知道一个口诀叫FAST 我想这个大家都讲过了 非常多啦 FAST就是第一个就是 嘴巴有一点歪斜 然后A就是 手有一边比较没力气 因为中风是单边的症状 所以它不会全身没力气 它大部分都是单边 左边没力气或右边没力气 单一边的症状 手跟脚 这个比较像中风 那S就是讲话讲不清楚 大舌头 那T就是尽快送医 因为有这个黄金三小时的关系 所以从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这个FAST 我想经过脑中风学会 还有各的医生在各个大媒体都有讲过这个 但是其实还有一些很特殊的症状 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病人的慰教也非常重要 有哪些 比如说有人说头晕吗 或是我突然视力眼前模糊有一片黑 这样子是不是也可能是相关的一些症状 FAST是最简单的一个判断 但实际上有很多警讯 我觉得做一个脑中风的医师 有需要跟民众慰教 因为就像刚才主播一开始讲的 我们中风呢 这个大部分的死亡率不是那么的高 我们已经从全国十大死因的第二名调到第四名 但是呢中风最恐怖的是会留下残障的状况 这个残障不止个人的不方便 整个家庭可能都陪上去了 你卧床你的小孩可能辛辛苦赚了钱 要去付看护费来照顾这个病人 所以实际上这个中风是非常危险的 非常重要的治疗啦 那其中有几种中风是可以治疗的 这个症状上呢我觉得很重要 第一个意识障碍 什么叫意识障碍 叫不太行 这个病人叫不太行 那这个一定是有问题嘛 这个一定是比较严重的 我想那第二个除了意识之外呢 就是你可以观察病人的眼睛 假如两个眼睛同时看这一边 或是同时看左边或是看右边 这个都代表这个是大中风 哦同时看右看 你看我们的眼睛其实是 这个动都是 比如我看这边跟看这边 其实眼睛是同时的 这个我们叫共二 当我们的眼睛呢 它就是一直偏向右边 都不会回来 哎呦叫不太行 那你就知道这个病人是右边的大中风 这一种病人呢 黄金时间呢 应该是马上送到大医院 因为他可以取栓 那假如是眼睛偏向左边 讲不出话来叫不行 这个就是左边的大中风 这个也是应该赶快送大医院 可以准备进行取栓 这个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这个是即兴起 比较重要就意识不清 眼睛的歪斜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一定是大中风 这个就是应该赶快到大医院 那现在台湾在脑中风学会的推广下 比较大型的医院都可以进行取栓 所以应该是要赶快到 可以取栓的医院 直接进行评估 准备取栓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平常的症状上 有一些也是个警讯 比如说这个病人呢 他的主述是 我眼睛好像一块布盖掉黑掉 然后接着过一段时间又恢复了 单眼而不是两个眼睛 两个眼睛一定是没问题 单个眼睛右眼突然像布一样盖住 然后接着又打开 这个可能代表右边颈动脉高度狭窄 因为颈动脉到眼睛这个地方 它会有发一条动脉叫眼动脉 去供应这一个眼睛的血管 所以当这个血管高度狭窄 这里很窄 那它比较远端的血流 慢慢不够的时候 它就会好像一块布盖起来 然后过一段时间 十几分钟或是半小时 慢慢恢复 一下子的那一两秒那个比较不像 有一段时间那个比较像 那这个叫黑蒙症 这个代表可能是你的动脉 大动脉高度狭窄 这个也应该要去看神经内科 它会帮你评估需不需要进一步做支架 这个我想这是第二个 比较重要的一些特殊的现象 那第三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常常在临床呢 这个病人中风七八天的才来 为什么那么久 因为他没有出现单手 单边手脚没力气的症状 他没有麻 就没有瘫痪 大家不会想到他是中风 可是呢 仔细问起来 病人在这一个礼拜呢 就怪怪的 家人跟他讲 讲比如说要不要吃饭 他说他要去洗澡 文不对题答非所问 因为这个就是隐含了 这个叫私语症 私语症的意思就是 大脑左边的大脑 比较高级的功能 他就是这一个 我们讲话给你听 你要先听得懂 然后接着表达出来 那听得懂这个叫感觉性私语 听不懂这个叫感觉性私语 讲不出来 这个叫做运动性私语 所以呢当病人觉得怪怪 他怎么本来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搞得乱七八糟 然后讲话文不对题 这个可能就是 也是大动脉高度狭窄 也应该是赶快去医院 或是呢 这个病人呢 走路一直偏向一边 手脚很有力气 开车也一直偏向一边 那这个也是 这可能就是右边的大脑的问题 所以大概有这三个症状 我觉得应该 借由这个节目 大家应该清楚的去认知 那这种应该都要紧急去医院 这种应该都是很大 未来会是很大的中风 医生我想问一下 好像还有判定另外一个中风的指标 是所谓的肌少症 什么叫做肌少症 为什么这个肌少症会跟脑中风有关系 第一个我们刚才讲心脏 中风的很多原因 中风有主要有分成四大原因 第一个就是 这个大血管 颈动脉 颅内动脉 高度狭窄 另外一个叫小动脉 小动脉的中风 就是大动脉的穿通动脉去塞住了 那这个是小动脉的中风 那第三个有一个很大因素 就是血栓性中风 血栓性中风里面 大概有六成是来自心脏 我们刚才讲这个心防战动 产生的大中风 另外还有我们常常中国人常常会讲说 脚是身体的第二颗心脏 为什么我们的心脏把血打出去 到脚以后它慢慢的回流回来 到心脏造成一个这样的循环 我们的心脏很有力 这样一直打是没有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现代人运动非常少 所以脚长期就是不动 这个时候呢 我们脚的这个静脉里面呢 就容易产生血栓 那这个血栓呢 再打回心脏再打出去 就是一样是产生非常大的中风 那这个是现代人是这个样子 那老年人呢更严重 老年人呢的生活 就是你观察家中的爸爸妈妈 阿公阿嬷 他们的生活形态就只有三种 坐着看电视 给电视看 然后接着睡觉 他们只有做这三件事 整天都没有在动 所以实际上他们很容易发生 这个叫肌扫症 这个国舰局呢 也越来越推行这个东西 就是肌扫症 就是病人太瘦了 几乎没有肌肉 那表示他几乎没有在运动 那这一群病人呢 当血液循环不好的状况 所以你看有时候电视广告 有一个阿公被他孙子压到脚 他都没感觉 所以实际上 这个肌扫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 不只容易造成这个失智 中风 跌倒 骨折 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判定自己有没有肌扫症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用手呢 我一下自己这个小腿肚 小腿肚 像我这个应该没有肌扫 是肌多的 全部都是漏的 医生就是说 第一个先用那个手指围成一个圈 手指围成一个圈 然后绕住你的这个小腿肚 阿角如你的小腿肚呢 就是像我是绕不起来 那这个就是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阿角如绕得刚刚好 那这个就是颈讯了 你可能快要肌扫症了 很小 那你肌扫症已经很严重了 所以当你有一些颈讯的时候 你可能要加强一些运动 因为肌扫症就是要补充蛋白质运动 晒太阳 这样的话让肌肉不要一直萎缩掉 所以只是小腿也不能太细啦 对 就假如说女生那种演艺人员那种 嚼嚼 对对对 那可能都有 阿公阿嬷在看电视的时候 我们就教他这样抬起来 要抬得很高吗 差不多 你能抬多高就抬多高嘛 然后撑好 撑个大概一两分钟 让这个脚有一点点激励 其实这蛮累的 你不要看这样 你不要以为这很简单的动作 你能撑个一两分钟其实非常累 然后撑一下之后再放下来 那可能可以看电视的时候 做个四个循环 反正坐在那边看电视也没事 也没事嘛 做个循环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直接换脚 换脚 这一只脚做完再换这一只脚 那可能一次做就是十分钟 那可以做个一天做个两三次 早中晚做一次 我想这样的运动量就非常够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第二个动作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我们拿一个椅子 为什么要拿一个椅子 因为其实老人家非常容易跌倒 你叫他悬空在这样站不小心跌倒了 骨折也蛮危险的 所以有一个小小简单的椅子呢 我们就是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子 抬这样 抬个几分钟 两三分钟也很累 但是要扶好不要跌倒了 对对不要跌倒 那你假如说怕跌倒 脚可以开一点点 那你这样弯的时候 大概撑个三分钟 放下来 然后这只脚做完 再换这只脚 也是要记得换脚 也是撑个三分钟 然后一边做个两个循环 总共四次 大概也是十分钟 那一天也是做个三四次 这样就很足够了 那最后一个呢是比较大一点点的负荷 我们年轻人都会教我们深蹲 但是深蹲呢 可能对老人家不是那么适合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请老人家 就趴在墙壁上 一定要找一面墙 比如说这个是一面墙壁 那我们就是让它靠在墙壁上 两脚打开 那我们这样慢慢的靠在墙壁上 慢慢蹲下去 蹲到这个腰呢直的 后面是墙壁 然后我们大概稍微蹲一下 蹲到它可以适合的这个身 这个负荷 然后也是蹲个 比如说两三分钟 那慢慢起来 这个也很酸 也很酸 其实主要都是增加他们下半身的肌力 下半身的肌力 张医生好像有帮我们整理一个表格 就是要告诉大家 所谓的脑中风的红色警戒 如果你出现这个表格当中 其中只要有三项 你就要特别注意 要赶快尽早就医 对不对 是是是 我觉得这些呢大家都非常知道 就是包括血压的高血压 胆固醇 糖尿病 这些我想大家三高大家都知道 这些是脑中风的一些红色警戒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有几个东西 我们是可以控制的 包括有抽烟的 应该还是尽早戒烟 那第二个呢就是体重过重 运动不足了 这个我想四度的运动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呢今天这个表格里面呢 最重要的是这个叫心防战动 我想这心防战动 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理解 那这心防战动呢就是心率不整 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这个心防战动发生的机会很高 那心防战动一产生的中风呢 就是一个大中风 它就是一个心跳忽快忽慢 那它比较慢的时候血流就比较慢 它比较快的时候血流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血流不顺的状况下 在心脏里面它就会凝固成一个血块 那心跳突然很快的时候 它把它打出去了 塞到哪里就产生比较大片的中风 所以这个心防战动呢 在年纪大的长者呢是非常重要 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回家看看爸爸妈妈的时候 我不是只有跟他聊聊天 有时候手摸摸他的脉搏 有一点给他 大家有一些感 就是大家会拥抱嘛 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是给爸爸妈妈 一点点就是很久没牵他们的手 这个过程中其实可以摸摸他的脉搏 那你感受到这个脉搏 假如是很规律 哒哒哒哒 那没关系 哒哒哒哒哒哒 乱跳那这个就有问题了 那有问题的状况下也许就应该赶快带他去医院 医师就会帮他做心电图啊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时候呢 及早抓到这个心防战洞 可以让这个老人家 我们最近取算都是非常老的 他八九十岁他可很健康啊 突然就就就就就塞住了 产生大中风 那这个时候要救也不是不救也不是 这个也是很困难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红色警戒里面呢 我特别强调就是这一个叫做心防战洞 大家有机会 假如说有有有 未来有这个机会应该要更去了解 认识这个心防战洞 好哎接下来医生我想请教一下 有没有一些脑中风的预防方式哦 当然大家都知道 哎其实是老生常谈了就是 少吃多运动 还有多吃一些健康的食品哦 但是好像有一个地中海饮食蛮有用的 是是是就是说这个我想每个中风的病人 就跟他解释说哎你要吃清淡一点哦 那多喝水啊 那那病人就问你说什么叫吃清淡 我每天都吃的很清淡 但是你仔细问起来他吃的并不清淡 可能他以前吃的更好 但是实际上这个地中海行的饮食呢 这个在过去呢他们发现地中海行那边的人呢 嗯好像心血管疾病脑中风的病人比较少 所以他们就开始去推动这个叫做地中海行饮食 主要就是含有这个橄榄油 橄榄油的这个成分哦 就是这一个比较健康的食用油 所以你看地中海他们的沙拉里面都会加减加一些橄榄油 那所以呢这一个这一个地中海饮食呢 大概可以下降脑中风大概百分之四十 心脏病大概百分之四十七 是非常有效的哦 那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他后面这个有一个金字塔 那最下面的呢就是建议你每天要吃 啊每一每一餐要吃的 每一餐就月下面的是每一餐要吃的 那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比较粗的粗糙的纤维 比如说全麦 全麦啦然后糙米啦 全麦的的面包啦这个 这些这些比较粗糙的东西 然后接着呢可能每一餐可能要一些水果 这个要高纤维的水果 香蕉啦凤梨啦花椰菜啦 但是实际上呢这个里面又牵扯到 糖尿病的部分 你假如有糖尿病你香蕉跟凤梨可能就不能吃太多 太甜了 对那这个是最下面两层呢是每一餐尽量有摄取 那第三层呢可能就是每天要一次的摄取 那这摄取里面呢肉类就是蛋白质的来源呢 主要是建议以白肉为主 白肉呢就是这个鱼肉啦 然后这个鸡肉啦这一类的 那尽量少摄取这个红肉 红肉就是牛肉之类的 还有医生我想问一下 有咳海鲜是不是不太能吃 如果想要预防脑中风 有咳海鲜里面因为它有比较多的胆固醇尿酸 所以它这个会比较容易会引起心血管的问题 那在最上面呢这个就是尽量不要吃的东西 红肉甜点蛋糕 就是不是说像那个下午茶一样 我们喝杯咖啡吃个蛋糕 我想这个一个月一两次就可以了 那下面呢大概地中海型的饮食呢 大概就是分成这种每餐服用 每天服用 然后尽量不要服用 大概是这个样子 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健康很重要 防疫工作也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段工商服务 在防疫期间呢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维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这一台呢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都非常的适合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大小就是一台饮水机这么大 放在任何地方都很省空间 而且呢短短三分钟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一瓶电解液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完全可以来支付你日常的防疫需求 而且是比购买单品来的更便宜更方便 好告诉大家这一台机器哪里购买呢 像我们快点购网站上头就能够买得到 这个地方有QR Call 水神大家都知道使用起来抗菌温和不刺激 一天你用200次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比酒精来的更安全 同时也比漂白水来的更环保 好现在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购买生成机送你物化器 还有四瓶的电解液 这个呢其实数量有限 提醒大家要买要快 购买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多来使用 我们的优惠折扣代码 居家防疫超级好帮手 快上网搜寻快点购 订购旺旺水神生成机 或拨打中天订购客服专线 0800 660 608 中天观众独家享有好康游会 输入卖玉捷推荐代码 CTI321 还另外享有折价游会 好谢谢您看完我们中天的工商服务时间 如果您对这个产品有兴趣的话 欢迎各位可以到我们中天快点购 网站上头来购买 当然其实中天快点购就是中天严选 我用心推荐你就能够聪明消费 今天非常谢谢医生来到现场 跟我们分享有关很多脑中风预防的知识 还有一些小Pepo 当然如果各位网友对于我们这个影片 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是说你有任何身体健康上想要知道的知识 欢迎大家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